图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近日 据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会谈 并受到了普京的接见 但是蓬佩奥并没有做出任何保证 或者美国拒绝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伊朗问题 让俄闻到不寻常的气息 对此 在美国拒绝做出保证的前提下 俄罗斯当面反对美国恢复制裁的协议 从而选择了支援伊朗 而克里姆林公表态支援伊朗 最主要的目的 或者是不准让伊朗变成第二个叙利亚了 图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所谓的伊核协议就是英 法 德 中 俄 美几个国家同意 不再对伊朗进行制裁 并对其进行一定保护 以此来让伊朗放弃研发核武器 但是在去年美国却是公然违约了 并且直接对伊朗执行石油禁令 妄图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量直接减到零 但是美国却并未得偿所愿 首先是我国 现在我们的支付体系越来越强大 受到美元霸权的影响也就比较小 所以对于美国的禁令来说影响不大 不但如此 因为石油出口量的减少 伊朗很可能会降低价格出售 这将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 俄罗斯同样没有理会美国的石油禁令 并且同意伊朗使用石油来购买先进武器 虽然在之后特朗普联合OPEC开始增加石油出口抢占伊朗的石油 但那是因为即使俄罗斯不这样做也于事无补 所以还不如多卖点赚点钱恢复经济 如果说俄罗斯这样做还好理解 那么作为美国最大盟友的欧盟做的事 就比较令人吃惊了了 他们建造了一个新的货币支付体系 这将会很大的影响到美元的地位 或将撼动美国的经济根基 不但如此美国在近期宣布免除所有国家的豁免权 对此 印度表示极大的不满 称其没有尊重自己的大国实力 这很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双方的关系 当然重点还是伊朗方面的做法 其很可能会因此重新启动核武器的研制 这将是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首先伊朗若是有核武器 将会极大的影响到现在世界上的和平局面 因为伊朗使用核武器的代价相比于大国来说小了很多 再加上在近期因为美国的霸道做法伊朗的回应也很激进 基本上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 再加上美国为了摧毁弃其经济而做的各种事 所以并不能保证美国是否还会有更加霸道的做法 到时候若是影响到伊朗的存亡 其很可能会不顾一切的使用终极武器 到时候很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引起核战争 因此现在很多的国家都在劝阻美国进一步的针对伊朗 感谢观看